最快明年国片也能够挂牌筹资了 行政院昨天核定推动创贵版 社会大众首次能够通过贵买中心 投资国片等文创产业 业界表示对于有意愿拍片的导演 将会有很大帮助 国片中破筛连续两周蝉联票房冠军 全台票房上冲两亿新台币 也带动新一波的国片热潮 行政院核定推动的创贵版即将上路 国片也可以公开挂牌筹资 让创意变成创业 创业变成产业 所以我们是这个创贵版是希望提供给有创意者 或者是微型中小型的企业 有一个资金融通的来源 过去台湾的导演要拍片 除了申请文化部或县市政府的辅导金 其他都得要靠自己想办法筹钱 未来创贵版上路提供新的合法筹资管道 预期文创产业将会受惠最大 尤其是作与这些新道业 是防止温度频道 在剧本的筹费 在开台的天气 是在税有的事情 就是刚刚开始 有这样开店的提案的时候 会见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是非常 贵版中心指出 创贵版也是国内第一个 让社会大众和小额投资人 能够参与投资电影产业的平台管道 目前规划一般民众想投资买股 最高金额上限则是6万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吴伯萱 台湾台北报道